那么这个渔民不与独裁者共克时间 这篇文章是作者是胡嘟嘟 那我就把它节选了其中一段 我觉得很有价值 分享给大家 文章说 每当经济被有权任性者玩残 造家官宣就会厚颜无耻的发文 号召 十字一被割得炎炎一息的九民们 石草 舔光盘 与赵氏昼贵 共度时间 每当在国际上扩张之路受阻 造家官宣就会恬不知耻的疯狂的鼓吹 我方拥有十四亿铜墙铁壁 不惧任何来犯之敌 文革必将祸害中国两次 工农兵学员讲的习近平 治国无能 玉民有树的鲜民特色 由此可见一斑 他们的思想停留在2000多年前的暴行时代 十四亿中国人在他们眼里 无非是奴隶加炮灰 安平则用其力 战时则用其死 他们浑身 讲的是这些 这些这个 工农兵学员们 他们的思维停留在2000多年前的暴行时代 他们浑身是丛林野兽气息 与后现代的文明格格不入 纵观古今中外 没有一个时代的渔民 愿意与独裁者 共克时间 每逢大厦将寝 渔民们就揭杆而起 反个一击 可笑的是 五个自信的刁蛮人却坚持认为 只要删除课本里的陈设是家 就可以安枕无忧的完成 毛泽东时代 未尽的千秋伟业 真是黄粮美梦 终成空隙 文章说中共拥有800万网评员 网络管理员们 昼夜奋战在三铁封号第一线 网警们抓人抓到手抽筋 就在这种维稳经费超过军费的至暗时刻 照家官宣竟不敢开评论 因疏忽放开评论 就会有数十万条附评 瞬间潮水涌来 管理员全力删除都来不及 这是我们现在看到的舆论场景 那张手稀有陌生的脸 看不清是欢喜或伤悲 我嘴了 我泪了 我是谁 回忆的风许 秘密将我淹没 爱 尝尽的感情 在盛开枯萎 回头我猜懂 是怀的美 无畏的心 关上眷恋 只想给自己一张 不再掩饰 不再脆弱的容颜 走过了昨天的千山万水 我多想好好拼口安息 平静的心坦然告别 只想给自己一张 只想给自己一张 没有遗憾 没有苦涩 与容颜 遗憾 未经许多音乐 在盛开枪 不再悔的 优贤 那一張熟悉有陌生的臉 看不清是歡喜陌生淚 我醉了 我累了 我是誰 唯一的風雪 秘密將我淹沒 包圍 藏進那感情的盛開枯萎 胃口我才懂是壞的美 不為的心 晚上眷戀 只想給自己一張 不再掩飾 不再脆弱的容顏 走過了昨天的千山溫水 我多想好好聽他安歇 平靜的心 坦坦告別 只想給自己一張 沒有遺憾 沒有苦澀與容顏 沒有遺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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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想給自己一張 沒有苦澀與容顏 只想給自己一張 沒有遺憾 沒有苦澀與容顏 平靜的頂